瑞典国会与欧洲议会议员 10号组成窜访团体台 试想谋求什么利益 而原定10号窜访台湾地区的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因确诊新冠肺炎延迟行程 两次窜访时间相同 这是巧合 还是刻意安排 我想这次应该说是 欧洲议会的部分国家的议员 那么对美国对台立场的一个负荷 应该说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它现在只是一个推迟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还要坚持窜访 那么如果一旦监窜访的话 我们肯定会做出坚决的打击 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 举行线上会晤 仍不死心试图拉拢印度对抗俄罗斯 拜登亲自下场能否得偿所愿呢 那现在来说的话 印度我个人感觉在当前的行动下 它不可能在大国之间 非常明显地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它还是在回调 其实它就想保持一个 相对平衡的对外政策 而不是拉帮结派的这个政策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吹嘘每天向乌克兰送武器 居心何在 美国防长奥斯汀 更是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一系列动作会给俄乌冲突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原定于10号 专访台湾地区的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因新冠检测呈阳性而推迟 然而我们看到 由瑞典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组成的串访团 却在10号这天抵达台湾地区 进行为期五天的串访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岛内媒体报道 由瑞典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组成的串访团 10号抵达台湾地区 开始为期五天的串访 并与台当局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 对此由岛内网友直斥 你们这些人花了多少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早些时候原定8号启程访问亚洲 10号抵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临行前一天因确诊新冠肺炎 表示将形成延迟 引发诸多揣测 对此中方表明严正立场 并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作为一国政要 如明知故犯窜访访台湾 将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 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邻居岛内媒体4月10号报道 台军决定提前部署 具备空地防御性能的 20毫米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并向台立法机构提交报告 台军海军在乌丘阵地 今年6月即可完成装备组装级验收 台陆军在东引阵地 则于今年底全系统验收 那么在佩洛西抵台取消后 欧洲议员随即进行窜访 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又将会给台海局势 带来怎样的危机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佩洛西 是推迟了原定在10号的窜访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由瑞典国会 和欧洲议会议员组成的窜访团 却在10号这天抵达了台湾地区 那二位觉得是巧合呢 还是有意为之呢 那会给当前的这个台海局势 带来怎样的危机呢 陶先生 主要杀存在感干涉中国内政 林女士 我想这是一种 对美国对台立场的应声负荷 陶先生请 从现在来看 不管是瑞典的国会 还是欧洲议会的议员 那么串访台湾 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显示它的存在 瑞典这个国家 应该说长期保持中立 但现在来看的话 它已经不中立了 包括申请加入北约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左右摇晃 所以它现在过来 刷存在感 另外也是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推波助澜下 我们看到 它不断地申请要加入北约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一些国会的议员 带着欧洲议会的议员 一块儿串访台湾 更多的是对于当前地区形势 国际形势的一种回应 从整个一个串访来看的话 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 11位议员都是大富翩翩 满脑肥汤站在那个地方 显示出好像是它具有存在感 但是我觉得它达不到任何的目的 最多就显示它来了 那么像台湾当局要点好收费 要点手续费而已 它不会说真正能够改变 或者是左右台海现在的局势 林女士您的观察 我想这次应该说是 欧洲议会的部分国家的议员 那么对美国对台立场的一个负荷 原来是在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次刚才滕老师也谈到了 就这个议员访问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是在桃园国际机场降落的 降落以后上后续真正在 真正交流环节上是视频会议 不是面对面的 因为蔡文本身它是有一个 好像也是个隔离期 所以和对方上保持的 仅仅是一个视频的联络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本身也说明 就是这个窜访的意义有多大 我们看一看那个照片 也就实际上就能理解了 那么第二个我是觉得 就是说从目前去年到今年 我们会发现 部分欧洲国家在对台立场方面 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改变也好 或者犹豫也好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危险 和值得警惕的成分的 我觉得那一个方面的就是 美国在对台立场上 它实际上在窜夺这些欧洲国家 和美国站在一起 我觉得有这个成分 所以从美国自身来讲 那肯定是佩洛西有这个信号 是吧 包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包括蓬佩奥 我们知道访问台湾地区 实际上这些信号 它给盟友传递的 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欧洲盟友 站到美国的一边 也来炒作所谓的台湾问题的 国际空间话题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佩洛西也没有来 而欧洲议会的议员来了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附和的问题 那滕先生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佩洛西 这次是推迟窜访 但是没有取消该计划 您觉得如果继续这种 一意孤行明知故犯的话 会招致怎样的恶果呢 其实这次非常怪异的新冠阳性 对于佩洛西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种解脱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都知道佩洛西 从她从政以后 她一直坚持反华的立场 不管是在所谓的民主 人权 香港 台湾 只要涉华的一些议题来说的话 佩洛西都冲在最前面 她是极其反华的这样一个政客 那么现在作为美国 仅次于总统 副总统之后的 第三号人物 如果说她串放台湾来说的话 她就是完全打破了 之前就是美国对于华的一些承诺 具承诺打破之后 我相信她会要承担一定的后果 中国也会做出坚决的反制 其实我们看到 不管是国防部还是外交部 甚至咱们国务委员王毅 都已经表态 那么她已经接触到了 这样一些信息的反馈 所以她放出了 这个试探风球之后感觉到风头不对 这一次可能把整个一个事情搞砸 所以她也染上了新冠病毒为由 推迟这种串访 应该说是她往回说的一步 但是她又留了一个活口 就是说我现在是推迟 不是取消 那么又给美国国内的民众 留下了一个印象 佩洛西还是一直要坚持下去的 所以这种两边都讨好的 所谓的你刚才讲了战略性的新冠疫情 应该说对她是一种试探 同样她也在考虑继续冒险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民主党马上就要接下来面临的 中期选举的问题 佩洛西做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 应该说在挑战 在试探 同样也在给国内的政治 特别是给民主党加分呢 做出一系列的这种小动作 但这种小动作来说的话 我想她已经体会到了 相关方面的这种反制 所以又缩回去了 但是呢 应该说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她现在只是一个推迟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还要坚持串访 那么如果一旦坚持串访的话 我们肯定会做出坚决的打击 现在李女士 我们看到台军呢 现在要提前部署 这个进程自动化武器防御系统 并且声称要在今年年内完成 那您如何看待台军的 这样一个动作呢 我想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姿态 更多的比如说军事意义有多大呢 我们说还是有限的 就表明了目前台军呢 正在加强这个外岛的防御 因为大家知道这次乌秋 它本身这个地点呢 它离中国大陆大约只有17公里 所以它是在金门马祖之间的 一个一平方公里的 这个小的阵地上 那么过去呢 这个地方主要是火炮 当然现在呢 增加了这样一个高密集的 这种弹幕式的这种防御系统呢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了防备 就是万一遭到 它潜在设计的 可能的攻击行动的时候 它有个防御的手段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进程防御系统有什么用 实际上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 这种密集阵类的 进程防御系统 它上更多的是装在舰艇上的 因为舰艇上它不比陆地 就是你没有更多的 可以布防防御系统的这个手段 所以我肯定我的中程 包括远程导弹的数量 都是有限的 因为我发射台就这么大 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个 像密集阵这样的 每分钟能打出 4500发的子弹 那么如果说 你要是在阵地上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大 如果它不是装在驱逐舰 而是放在一个 无求的固定阵地上 那我们只能理解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姿态而已了 它是台湾所谓 这个中山科学院研发的 要提前的意思就是 我也靠我这个所谓的 自主研发 拿出了一个像样的成果 而且可以提前实现 对于外岛的防御 所以从它目前整个 参文所需要体现的 这样一个战备姿态 我们得打引号 实际上它更多的体现 是这个姿态 而究竟它的军事意义 我觉得还是打折扣的 这边美国不断试探 中国的底线 另一边就俄乌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场 想要拉拢印度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与印度总理莫迪 11号进行线上会晤 双方围绕俄乌局势 及新冠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讨论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 拜登将以乌克兰危机 给全球粮食市场 带来的负面后果 以及应对措施进行密切磋商 值得一提的是 拜登在会议前 就再次向印度施压 要求其对俄罗斯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尽管白宫的新闻稿 突出了俄乌问题 但印度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 却没有提到这点 只说双方将回顾 正在进行的双边合作 并就南亚 印太地区 和全球问题的最新发展 交换意见 零据报道 近期印度尼西亚军方表示 今年8月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 皆是将由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加拿大等14个国家参与 印尼军方称 这是自该演习开始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 据透露 今年演习估计会有3000名美军参与 此外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 近日发布了 美国海军2023财年 退役舰船计划 报道指出 美国海军计划在 2023财年退役24艘军舰 以便在未来5年 节省36亿美元 用于实施购置新舰船计划 美国海军战舰数量图表显示 未来5年 美国海军舰队规模 将成整体缩小趋势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亲自出马拉拢印度 是否能稳固美所谓的 四边框架下的印太战略呢 新一轮的线上会晤 又会给地区局势 带来多大影响呢 防武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此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都尝试想要拉拢印度 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都无功而返 那么这次美国总统拜登 与莫迪举行了视频会晤 想要拉拢印度 二位觉得能否稳固住 美国所谓的四边框架下的 印太战略呢 腾先生 您的观察 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对印度既爱又恨 特别是我们看到 在俄屋从事爆发以后 其实美国一直想做印度的工作 包括让印度加入 对俄罗斯制裁行动当中 但是印度不单不参与制裁 而且还大量地采购 俄罗斯的粮食和石油天然气 每天的话 现在超过30万桶的一个水平 大量地进口俄罗斯的原油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的话 美国当然不高兴 毕竟呢 印度不管怎么说 还是加入到四国安全机制当中 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也是美国在印太战略当中 重要支撑点 那美国现在高高举起了制裁大棒 但是呢又不得不轻轻地把这大棒放下 因为他知道不能现在把这大棒的 一下子砸在印度身上 你砸的话可能就把 本来就比较微妙的美印关系 以及在四边安全机制当中 印度的作用呢给砸跑了 那么他整个一个从印太战略来说的话 他不能这么做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呢 自己出面不行 那么同时呢还请他的盟国 你刚才讲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做税客去 给他做工作 说莫迪你赶紧扶咱们老哥一把 砸了以后 咱们可以在四边安全机制当中 讨论其他的问题 讨论经历合作的问题 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就通过这种威逼利诱 来继续把印度拉在自己 整个一个在印太地区 这个大战略框架当中 那么从印度角度来说的话 他现在我们看到 他的政策也在做出一系列调整 特别是在去年8月15号 美国从阿富汗匆忙撤军之后 一样印度看到了 美国的这种信誉 这种可靠性呢 是非常低下的 所以你看从去年年底开始 莫迪政府也开始调整 他的对美对俄政策 那现在来说的话 印度呢 我个人感觉在当前的行动下 他不可能在大国之间 非常明显的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他还是在回调 其实他就想着保持一个 相对平衡的对外政策 而不是拉帮结派的这个政策 所以现在对印度来说 他这种选择应该是 最利好印度的一种计划 但是美国不可能停手 对印度的拉拢 请教理女士 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军方 此时表示说 在今年的8月份 要与美国等14个国家举行军演 并且表示说这是该军演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您如何解读呢 我想印尼呢 它这个地位挺特殊的 大家知道今年 它是J20的东道主 所以当下呢 为什么那么热 我觉得和这个背景有关系 因为现在呢 美国不是有个态度吗 就是讲 如果印尼呢 邀请普京参加J20峰会 美国就不去了 就他会抵制这个峰会 而我们可以看一下普京讲 就是如果他去或不去 这是个问题 由谁决定呢 就是由东道主来决定的 所以现在呢 所有的重心都在印尼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 美国为什么要 趁现在这个机会 就一定要拉住他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且我们知道呢 东南亚整个空军力量 最强的应该是印尼 包括你看它有苏-27 苏-30 当时他不是要采购苏-35的时候 被美国人抵制了吗 就是不能让他 一定不能拿到 所以后续呢 也是有其他的交换 所以再加上呢 它自身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它实际上是恶守 整个的马来自甲海峡的 所以美国上 无论和新加坡和印尼 和马来西亚上 都有这个双多边的军演 也是出于对于 国际重要水道的控制的考虑 那么在这次宣布当中呢 我看它还没有公开 所有的参加的国家 它上只公开了一部分国家 比如说有英国 对吧 有加拿大 同时呢 我们会看到有日本 有澳大利亚 而这些国家呢 实际上都是美国 新一轮印太战略的支柱国家 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就是阿金利亚 他上市访问了亚加达 就是在他过去了以后 双方肯定谈了很多的 演习的细节嘛 那就说明 美国已经很早就在着手 这个对于G20 可能的这个东道主国家的立场 在做影响了 所以下一步 你看它8月1号到8月4号 这个演习本来就是规模最大的 如果再加上 就叠加上我们以前谈的 环太的这个军演 实际上我认为 可能它是在先 后续的就是更大规模的 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军演 就把这一批国家再纳入到 直接纳入到下一轮的 军演当中就行了 所以当下呢 美国在加强和整个印太区的 支点国家的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向 林女士 同时我们观察到 这个美国海军协会呢 推出了一个计划 计划在明年退役24艘船 那么省下来的钱呢 用来采购新的舰艇 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呢 说在未来5年 这个美国海军的舰队的 整体规模会呈现一个 缩小的趋势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计划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 美国舰队的缩小 不等于绝对的缩小 它比如说它退下来的 上次封存 就这个概念更清楚 它把它封存在一些港口 然后呢 用这个相关的一些 封存的材料 实际上仅仅是让它短期内 或者说一个五到十年的时间 没有战事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军事调动的时候 它可以做一个封存 一旦战事它是可以启用的 所以这个缩小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绝对值的缩小 那么有没有可能 在其他的场合去用 这个下部我们都可以观察 所以总体上呢 我觉得这个信息 透射出来的环节就是 美国是真正在为大国竞争的 武器装备体系的构建 在做准备了 就这个转型 它不是一个讨论的概念 它是现在呢 通过封存 包括退一部分的 不用的剑 那么来发展大量的 新型的应对大国竞争的剑 所以海军的体系的转型 现在正是进行时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 近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 吹嘘称每天都在向乌克兰送武器 并表示美国提供的武器 已无限制 我们来看短片 党地时间4月10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被问及美国是否 已不再区分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 从而为给乌克兰提供 更多致命装备敞开大门时 他毫不掩饰地说 在这个问题上 限制几乎已经被解除 沙利文还在接受采访时吹嘘 武器每天都在运敌乌克兰 包括今天 另据报道称 美方对一组在美的乌军队 进行了战术培训 以及美向乌克兰提供的 武器系统的操作培训 包括关于弹簧刀无人机的培训 其中弹簧刀无人机 是美国刚刚交付乌克兰武器中的 重要一项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还发表声明称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 10号与该小组 启程返回乌克兰的 无军官兵进行视频连线 奥斯汀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并提供额外安全援助 此外 乌克兰军队 已从德国收到反坦克武器 导弹发射器和地对空导弹 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 德国可以做得更多 并要求德国再提供 100辆黄鼠狼装甲车 据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布雷西特9号 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德国几乎已经耗尽了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能力 但正在谋求德国军工企业 直供乌克兰武器的可能性 那么沙利文吹嘘 每天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背后有什么意图 欧洲国家不断在 俄乌局势上天拔火 有是否会加剧地区局势危机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乔腾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沙利文 在接受采访时吹嘘说 每天都在向乌克兰送武器 并且表示说 美国提供的这个武器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限制 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说法呢 在规模数量上呢 应该说美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 无论说像沙利文所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限制 它其实是有限制的 它更多的先进的武器系统 特别是北约使用的武器系统 它不可能现在就转到 乌克兰军队手里边 它更多是通过了一种 把前华沙条约成员国的 一些武器系统 比方说苏联研制的S-300防空导弹 还有特切尔坦克 BVP装甲车 这些呢 其实应该很老旧了 有30年的 甚至更长的服役期间 那么转手给乌克兰 所以现在美国也在 玩这样一个花样 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向乌克兰 出售武器的政策 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 就是更大胆了 原来的话就小枪小炮 现在呢 鼓励前华沙条约组织 这些成员国呢 把武器呢 转给乌克兰 这重型武器来了 第二个呢 一个重大的变化呢 就是说 现在我给你武器可以 但是呢 这是租的 这是借的 你将来要还我 你要还不了的话 你就给钱 这其实又回到了 一战二战 美国的传统的做法 就是说 你不是说 我给你提供免费午餐的 之前可以 那给你一栏的鸡蛋 给你一栏的大米 一袋的大米 那么你尝着我的甜头 那么你就大量地 来跟我索要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套路 是非常深 它没有说 提供免费午餐的 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现在大量地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呢 一是呢 要拖住俄罗斯 第二呢 要延长这场冲突 那么利好于 那些军火商们 赚更多的钱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 它只能是这个地区 冲突的幕后操守 同样也是一个矫距者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俄方表示说 无论以何种方式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都会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 那您觉得俄罗斯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从现在动作来说的话 我们看呢 经过这两周的准备呢 我相信俄军将会在 乌东地区 在顿巴斯地区呢 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因为现在 从兵力部署调整来说的话 基本上已经到位 就形成了北 东 南三个方向的 这样一个半弧形的包围圈 那么从这种部署来说的话 我相信接下来可能俄军呢 会在顿巴斯地区 采取一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就是把在这个地区 助手的乌军精锐部队 那么通过改洋的这种状态 那么从这个东边 南边北边一块洗压 这些部队的空间 那么把这些部队呢 赶出顿巴斯地区 从而呢让俄军 让俄罗斯呢 形成对于顿巴斯地区的 有效控制 也保证克里米亚 这个独立地位 所以从现在看的话 俄军可能会发起 大规模的进行动 林女士 同时我们观察到 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表示说 武器库已经见底了 希望能从军工企业 直供给乌克兰武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 是一个借口 但这个实际上是 目前德国对乌克兰军援的 一个重大的转向 因为大家知道 过去的时候 就是前段时间 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外长 包括这个防长 反复地讲 就是希望德国 能够供应重型武器 但我不知道德国 先期一直搞的 比如说反弹个导弹 都是一个单兵的 是吧 包括也给他这个 希望拿到的黄鼠狼 装甲车 这些都不是重型武器 而且当时德国讲 不会从德国的联邦库存里 拿出重型武器给乌克兰 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表态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 他说 我现在这个库存已经见底了 那么如果说 我就从这个军工厂直接供 那我们知道 德国的军事工业 是非常发达的 我们就光说陆战 大家知道报式坦克 那威力就很强 就是如果说 我真的把这些小的东西 全都见底了 那我要是真正从 流水线上 这个生产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 就从现在的 我现有的这个军工体系当中 给的武器 那我觉得这个值得选择 或可选择的余地 可就大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放开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 它会不会意味着 就是德国就开始准备 从四项准备 到这个行动上 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这是大家值得观察的 这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主要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